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的是蕭榮青先生 蕭老闆你好 你好 蕭老闆,我們是否金融海嘯 今個星期市場跌得大家都心寒 一個短的時間跌,好像很久未出現 好像有八七年以來 單日的幅度,點數,用段紀錄 我們今個星期都經歷了 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跌幅 其實之前我都說 原先金融市場對疫情的估計 太過樂觀 太過樂觀 我以為只是中國、亞洲 地區性問題 現在一燒到歐美全球 現在很誇張 現在連加拿大准控都要自我隔離 因為太太,消息報道好像是中招 現在看的情況似乎 歐美的嚴重度多於熱帶地區 與文化可能都有關 因為戴口罩不是他們的文化 我覺得香港人都沒有戴口罩的文化 只是對疫情的認識 我自己看到有個情況 初初有些國家自己 與其口罩供應無法很快追上 與其人民每個人買口罩 也買不到 將矛盾指向政府 好,不如告訴他們 有病才會 戴,沒有病就不用戴 結果不戴,沒有病也變成有病 而且是很快的 我聽到有個情況更令人驚慌 最初說 病症不明顯 病得輕 不要看醫生 不要妨礙醫療資源 用在這些未必一定要看的地方 靠自己免疫 最好只是治療重症 讓死亡率降低 現在好像有一個新的政策說 如果看病症是不能治療 不如不要治療 治療的病症是治療的 如果好像我的年紀差 雖然還有少許慢性病 去到醫院死亡 不會,先生,你是否很健康 如果這樣便很危險 反映疫情 大家對判斷開始有變化 很多地方死亡率高的原因 我相信是確診人數沒有做足 沒有做足測試 很重的才確診 因為我聽到有些地方說 沒有外游的,不測試 廢不花的,又不測試 當然確診人數少 但是重的才暴倒光 死亡率高 重的便容易死亡 所以說死亡率到達3-4% 沒有那麼嚴重 我相信拉雲來說 都是… 抽氧機制 我相信是1-2%之內 現在有少許嚇人 現在連美國也要禁飛 歐洲 除了英國 大家開始覺得很害怕 之前他們 尤其是歐美市場 覺得是看新聞 見疫情 現在親自感受到影響 我怕還有一個病毒 日親的渠道出現 甚麼呢 現在很多香港出去讀書的學生 會回來 為甚麼呢 很多學校都是網上教學 線上教學 我在香港讀 跟在歐洲讀是一樣的 香港起碼 感染機會較少 我們七、八萬人 百多宗 身身都很受控 人口不多 香港很多歐洲國家 數以千計的人確診 不如來香港安全 但來香港安全 這批留學生中招的機會 比在歐洲打個困難 去旅行幾天回來都中了 住了這麼久 中的機會是否很大 所以我怕這些人回來 會帶很多病毒回來 所以你說香港的病情 是否很快可以減輕 現在外面周圍都是外親的 即是那個案例會增加 所以變成大家對疫情的估計之前樂觀 現在面對現實 我相信經濟受的衝擊 是相對大 我聽到酒店業 一成、兩成平均日注率 有些跟我說 5%左右 如果不是大機構 而是一些小型的 怎麼捱 所以應該有些 可能例如為了形象 更高興 樓上 鑽到一、兩層 招呼客人 其他人鑽到鎖 鎖到鎖 鎖到鎖上鎖 鎖到鎖 後都會關i 所以我擔心香港的失業率 會急劇上升 酒樓已經有很多間酒樓 今個星期大家有可惜 其中是珍寶海鮮房 暫停營業 大家都很有紀念價值 有一個做甜品的 許樓山 在香港已十多二十年 都做不住 我自己認識一些 平時吃開小菜 特色店 都已經沒有做 根本不知道何時會好 因為剛好一點 就說你們失去警惕 你們不要再出去 上個星期好一點 已經被警告 他本來還想好一點 或者可以做 如果這樣的疫情 他估計很久未必容許這些人 會往來 學生考試都說有風險 吃飯也有風險 如果我做人也有風險 做生意也有風險 所以我相信 生意上 譬如我們在內地的生意 都沒有了八成有多 即使現在慢慢復工 只剩下一整個生意 只剩下一整個生意 怎樣支撐運作 蝕我前三個月 下半年怎樣做 都未必追得回 這個是公司的情況 GDP也是 也是的 初三個月佔了25% 25%如果做了兩成生意 只有5% 即是沒有了20% 下半年即使有三個月 增長每個月6% 生育都是18% 都不夠接近 初三個月的萎縮 GDP哪裡有增長 大陸的GDP未必能增長 香港的情況 我自己看失業率就急劇上升 本身在疫情之前已經是艱難 疫情之前已經受到社會事件影響 我跟一些有商場的大主傾 我說減租給別人 人家真的捱不住 肯肯減呢 以前沒有選擇 起碼中原沒有選擇 他覺得你有實力 但是我跟他說 這麼多間公司 不做 將來很多位 讓我選擇 你現在 對我好一點 我都 記住你的恩惠 下次選擇 留在哪裏 我便留在你裏 因為我們未必 很大幅減 分行數字 但我懂得做零售 做整個線 不是減兩成、三成 他預計減五成、六成 他將規模縮小五成、六成 即使商場今年不是很多增長 都有很多空置的位置 要找人填 你當時 不留一些跟客戶的好關係 你到時要留就慘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零售飲食、旅遊、酒店、住宿、娛樂 都是一個大調整 這些仍然是基層的職位 所以會相互 對香港重要的股市、樓市 是否要看得保守一點 股市這兩天調得很多 師先生,應該這樣 大家都肉痛 應該未夠兩成 未夠 今早就跌過 不過星期五 有些受外圍影響 收市也升到24,000 我之前說 美國的指數 以前比香港高 現在越來越距離大 香港有24,000 美國只剩下21,000 22,000 22,000也跌穿過 沒錯 最好大家都升 現在可能被估值合理化了一點 不過這個風浪似乎未完全平穩 你說會不會持續呢 我始終認為疫情是會過去的 你和金融海嘯不同 金融海嘯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而疫情過去 其實回來的機會會多些 香港受社會事件影響 香港大陸內閣 回不回來就要做很多功夫 香港的零售熱、酒店熱、餐飲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麼大的規模 真的靠那批客 沙士之後自由行帶來的那批客 你不喜歡他 他來多阻礙街 阻礙你走 你不喜歡他 但他離開後 你就要面對 沒有那麼多工作崗位 可以填補 多樣化 你試試叫他耕田 有多少個肯耕田 如果你說做金融、IT 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以前當經濟出現大變動的時候 伴隨著的就是人口大變動 有一批人有技術、有競爭力的 就進入大都會 亦有一批人真的回鄉下耕田 所以香港不能回鄉下耕田之下 就會出現有一批人很依賴 政府有沒有安全妄救他 但一個社會如果是 貢獻者多 如果依賴者少 這個社會貢獻的人 比少數依賴者容易一點 如果依賴者多 貢獻者少 就反過來輪到貢獻者走人 越背越重 所以那個不是好現象 所以這個政策真的要檢討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不用大陸客來 社會事件期間都針對大陸客 沒有大陸客 你是不是出來消費可以抵償 你說不要做 你們這些公司不要做 服務大陸的公司不要做 在這些公司工作的人 如何找出路呢 他們原本對香港GDP有一定的貢獻 雖然不多 但影響整個經濟的氣氛 資金、形象、資金流動、股市的升跌 我自己認為 沙士之後靠這 現在你想過度過 最終可能不喜歡他也要他來 我見歐洲的國家 你猜他真的很喜歡大陸客嗎 他也是經濟利益考慮 也要叫他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方面可能 也要考慮一下 否則我們自己捱 阿詩先生 聽到前景都好像有點保守 我同我們的朋友 或者我們的導演哥哥問 樓價會否有壓力 樓價相對股市來說 其實壓力沒有那麼大 之前我都說樓市 尤其是二手市場 因為辣椒、盤元少 價錢下不來 之前曾經說跌很多 跌十幾% 現在的統計數字出來 都是跌三、兩個% 但我們現在行事只剩二萬四 所以我說樓市相對穩陣 現在事實證明 尤其當股市跌得多的時候 然後樓市的穩陣更加突顯 如果你持股票這段時間 很虛幻 發覺財富 大上大落 如果持股票 相對風平浪靜 現在跌幅是少的 所以我認為 都會有一定的資金樓市 如果純粹說我們自己和前線同市接觸 這段時間交頭增加 有些新盤 接下來星期六 在將軍澳有新盤開 價錢也很吸引 估計 頭一天都賣了七、八成起碼 跟股市都差天拱地 應該有些人下了票 都希望抽到好籤 其實賣意仍是強的 因為這類疫情會過去 經濟會回來 起碼不會那麼差 股市的跌幅 之前我都說香港會比美國好 結果都跑贏了一條街 我上星期都沒有預計香港會跌那麼多 但今天就叫做單日反轉 通常單日反轉 可能是測試到底的一個訊號 希望逐步會做好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西斯先生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支持股壇思見 記得去到以後的網站 給個Lik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